铁柱的荒野生活到底有多爽 吃不完的野生鱼 喝的是正经的农夫山泉 住房空洞改造的庇护所 就连吃饭的吧台也是杠铃铜款 跨越外水的铁柱 时隔半年再次来的花费一天时间打造的庇护所 房子外观和室内装修 还和当初走的时候一毛一样 卸下多了梦铜款白宝箱 拿着暗影战斧转身进了茂密的林子 看回来还没成才的柳树脚 然后开始了今天的表演 要做动手能力还是老外强 眨眼的功夫 一个捕鱼篓就好了 带到河边放下捕鱼篓 为了防止被冲跑 还用周边的石头都压好 回去的路上不仅采集了野薄荷 还发现了一种能吃的植物 这哥们叫香菇 全身都是薄 有药用价值 枝叶还能造成 吃法和棕榈树心一毛一样 清脆爽口还甘甜 于是铁柱本着有便宜 不占王八蛋的原则 又多采了几柱 回去的铁柱 对着一个掌歪了脑袋的大树一通俱 如果不是伸手好 脑袋肯定要挨炮 远处回来的铁柱 带回来一个大圆盘 先给门口整了两个 步步高升的台阶 随后又去两个木墩一通凿 瓦控了新的木墩 和没了头的树桩强强连合 一个百来金的杠铃诞生了 同样的方式又复制粘贴了一个 又接入一节树之后 一个非常洋气的吧台餐桌就好了 收网的时候到 看看这收获 今天的伙食足够了 回去的铁柱 把其中几条长相帅气的鱼儿 用绳子串起来 直接放在屋顶的烟桶里开始熏 不知道这样的做法能吃吗 这时的铁柱围了石块生起了火 还去河边取来正经的农夫山泉 放入采回的薄河裂开石炮 把香脯新切成段放入鱼肚里 又用路边的树叶包裹好 最后一步胡上几百万年的老泥巴丢进火里好 直到天黑 三个叫花鱼才出火 铁柱的这波操作给我一种穷到吃土的感觉 再来上一杯薄荷茶 简直绝费 忙活完的铁柱 直接洗洗躺下来 眼睛一闭又一睁 到了第二天的黎明 铁柱先去拿出了烟桶里烟熏雨 放了一晚上居然没被野猫垫击上 一个个掰碎后 铁柱吃的还挺香 再来一壶解腻的薄荷茶 这日子过得不要太安逸 铁柱把编织的鱼网放在屋子里 关上庇护所的门 背起自己的白宝箱 赶往下一个地方 记得点赞关注哦